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到第五節 響了慢時間 剛才也提到衛生城市和土地政策關係 你會發現一件事 很多人都以為無論是市區重建 甚至是一些新的集體網 即一些集體運輸系統網絡 經過那個區 可能對那個區的發展 無論是交通 無論是整個城市都帶有好處 但是最近有些人都可能聽過 關於港深港的高速跌路本身 帶來很多的爭議 其中一個爭議最主要是關乎於 因為其實在香港那一段 其實就是會以西九作為一個重要的一個站 所以其實由這個內地去到香港那一段 鐵路本身無論是地底 或者是相關地區經過的地方 他們的樓或樓市都可能受到影響 那是否長毛其實 基礎那些資料都有一些值得留意的地方 其實現在我都說了 這個土地提供就靠鐵路公司和這個事件局 在這個中心地區 當然這條高鐵因為它掘到下面 不會產生土地提供 但會令它完善的鐵路那些物業的價格會上升 這個是第一個 而我們為什麼這條高鐵呢 就是配合大陸 而我們在這條滑的時候 其實是滑空心才配合它 所以我們為了減少爭論 它就全部掘到很深地在地上去 對,30 所以畢端地度假高 也會影響完善樓宇的沉降 因為你滑鬆了下面的泥 現在有一個就是大國咀 有一班居民就覺得 大國咀其實要收回地層 會影響到大國咀業主樂安法團 很多樂安法團 因為那裏很多大廈會受到影響 那這個過程其實是沒有咨詢的 亦都是很多人蒙在顧慮 那你很難怪那些業主擔心 那這個 將一條這樣的鐵路 強加於香港人身上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 我覺得 就是要配合大陸的發展 還有有一件很大的問題 就是譬如 大家都記得 其實80年代在地鐵的時候 都試過某些地區 因為很可能就是地質結構 甚至可能是興建過程裏面的一些失誤 令到整塊地是陷落 這一個都不是沒有發生過的事 其實如果根據一些相關的報道 都說到就是說 其實甚至政府和港鐵人員 是沒有提及過一些 譬如說沒有提及過大國咀 收回地層的問題 又或者其實甚至在整個過程裏面 居民是沒有被支援 或者是未諮詢 所以其實整個工程裏面 我想不單止這個 港深港港速鐵路 我們經常都說和蔡元村有關 其實各位都可以留意一下 究竟鐵路起了之後 鐵路起了之後 是不是好像這個官方宣傳表 我們已經說到很短時間 去到內地 這個未知之數 但很肯定我們知道 現在發生的事 就是說在興建過程裏面 政府或相關的一些公司本身 是沒有對整個工程裏面 可能對居民造成一些滋擾 或者造成一些問題 是有一些很具體的回應 其實這個大家其實也都要 值得繼續跟進的一個步伐 這個港深港鐵路 和其他的大白象工程一樣 就是起的時候已經有人賺錢 起好了就會令到有人賺錢 所以它基本上是勢在必行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政府為了要令到勢在必行的時候 將很多原本應該向公眾諮詢的問題 以及他們知道的細節都是隱藏的 這是一個罪惡 因為那些人是被剝奪了一個知情權 是 所以沒有辦法為自己的權利提出申訴 或者向政府質問 現在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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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做法就是很典型的一個官僚 為了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一個建設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譬如說你作為議員 大家知道11月會上財委會 或者其實都會 社會人一早已不在乘起 但其實 下星期三已經討論 我們認為應該用錢來買兩條隧道 以及港鐵的股份 以及買回令會 應該我計劃的數 大概七八億左右 所以 不要用高鐵再貼多幾十億 就會解決到香港三大問題 就是這個鐵路系統是按利潤來運轉 我們就解決了 第二個就是東西稅給財團控制 然後造成三條隧道的失衡 第三個就是可能會拍賣 這個他們名下的資產 或者是為了利潤 是令到公屋的居民受害 公屋商會受害 我覺得 如果我們真的要拿幾百億出來的時候 不如解決了這三個問題 那立法會其他越南 譬如你們政黨的立場明顯 但其他政黨 譬如說泛民主派 會不會在這件事的問題上 仍然都比較曖昧呢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以前都試過 就是政府可以游說一下 客客下去 他就會給票政府 或者施加一些條件 那些條件是和政府做的工程 是不成比例的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當日民主黨給票政府去實行地鐵私有化的時候 他就說要來保證票價 他認為這樣應該做得最好 他每一次都說政府做一個舉措 可能會令長遠很大影響的時候 他就說了短期的理應 他覺得 因為那時候政府要 要立法會給票 涉及到拿錢 或者法案 那時候他就做過買賣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智的做法 還有另一件事會不會有最大的問題 就是政黨本身的一些會議員 其實根本對問題不清楚 於是很多的官員 可能清楚 但他的意識形態不同 他覺得是要這樣做 如果發展的時候 就要做這些事情 好像必要之惡 所以他為了限制那個必要之惡 不要太惡的時候 他就跟政府說一下這個 說一下那個 甚至你說到這個 譬如說這個樓市問題 或者各方面 甚至早一陣子也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說其實很多的一些 就是私人樓宇很討厭 隔壁有一間公屋 因為他覺得就是說 有一間公屋在他隔壁 就整齊整個他同區的樓價 其實這些這樣的 因為香港土地政策 或者這個樓市政策問題 出現這些怪現象 其實都頗令人非而受 全世界都是這樣 逢是業主都會有一個 有一個顧慮就是說 如果你隔壁建的東西 令到我的樓宇價格向下跌的時候 他就不高興了 我覺得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你當房地產是其中一個資本 投資的工具 或者可以變成資本的人 一定有這樣的憂慮 問題就是這些這樣的憂慮 是沒有考慮到就是說 如果當整個社會 都是被房地產作為一個操控的時候 最後不會有太多人得益 你要在樓市那裡白戰白勝才得益 基本上那個機會很小 即是那一賽都過不了十五的 是吧 好了 或者去到最後那一節 我們就著這個話題 再進行討論 更安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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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